如何做最简单的台式烤蔬菜?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美食非常丰富的地方 从台湾诞生之初开始 台湾就是一座美食的都市 烤肉呢,则是台湾最具有传统性的美食 当然我想最多的还是在中秋节 与大家合家欢乐一起来上一盘香芬芬的烤肉 那是再轻易不够的事情了 烤肉的传统呢,可以最早追溯到中秋节 那今天就让我来教大家做最简单的台式烧烤吧 首先要准备一颗高丽菜 其次准备一瓶台式烤肉酱 然后把卷心菜的外皮不可以吃的部分包掉 把剥掉不可以吃的部分扔到垃圾桶 切高丽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高丽菜不能切得太小 这时候就要拿出我们的烤肉酱 然后把烤肉酱拧开 把烤肉酱抹到高丽菜上 抹烤肉酱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把烤肉酱抹匀 抹平均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入味 把花生油倒在烤盘上 那特别注意的是呢 花生油必须要倒得很均匀 此目的是为了避免蔬菜烤焦 那也是为了避免烤焦 然后沾到烤盘上 把烤箱的时间设定好 注意不要太长 等待香喷喷的烤蔬菜出如中 我们打开烤箱 后来已经烤好的蔬菜拿出来 正宗的台式烤蔬菜 这样就完成了 怎么样小伙伴们 正宗的台式烤蔬菜 看起来是不是很香呢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呢 请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 我是家宝 不定期分享自制美食